- ante principle- 寺院计划煌先生, 大家是多麼深愛香港這個國家,香港這個國家,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香港這個國家,香港這個國家,香港這個國家!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1月13日,摆集會在職,之前都說過習近平手上有多少張王牌,但是原來有一張王牌大家就不覺不覺,因為主流媒體沒有什麼報道,也沒有大肆宣傳,就算有,都可能會掩埋了,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加州的州長,也就是民主黨的偶心,Newsum,之前就跟這個習近平會面,飛了去中國那頭,原來一早已經安排好,除了耶倫河立峰之外,大家看下去沒有什麼準備的中美會面,原來已經準備了好幾個月了,到最後,埋牙的時候,才有很多人猛盛盛,突然之間會面吹了風很久,也都準備了很久, 紅地毯都要準備的,先講講加州州長柳心,柳心呢,他就在舊金山那裡,原來舊金山是新華社註冊了那個名字,所以你沒得叫三反史,那他要繼續利用著這個東亞病話的名字,啊,由清朝時候援用至今,那不知道是何心理啦,可能他都覺得,走過去的根本就是賣豬仔的人, 黃飛鴻的嘛,團練那些時代走過去的嘛,挖礦陶金,那話說,在習拜會在職之前,啊,偶心呢,就好像深水堡那樣,什麼叫深水堡啊,他就走過去,噴那些行銀隧道,噴濕了,讓那些露宿者無家可歸,那樣,賈酒福利好好的,那,在某些情況下,啊,偶心都是要做事的,所以每一次習近平出巡呢,你有沒有看以前那些中國片呢,皇帝出巡要怎樣的,會有這個大內太監的, 那麼就拿著這支牆邊,如果有人,擋住皇帝面前是死罪,只不過今次執法的呢,就是加州州長偶心,名羅開道啊,所以這一次是拜登啊,啊,將會向這個中共投帝寒書,將這個美奴美博,啊,藍為奴就呂為彼,輸出去中國的,那大家將來就抹幾件啦,藍奴女雞子啊,那代,民主國家,啊,有這個,自毀長城的傾向,就只不過看緊,啊,到底 幾多年,那,偶心已經保證了,在習近平的車隊,酒店,和風會會場呢,都不會有任何的抗議活動,所以除了清招那些露宿者之外呢,一切的異見分子,都不得越雷池半步啊,那往日來講,啊,偶心呢,就沒有什麼管理到加州的,那些重刑犯都周圍走,那,還有,你只要行劫少過950美金的時候呢,就無需要負上刑責,所以我經常都說啦,你每天就950美金, 多出來的,你找回給人,如果怕太多了,啊,嘗試,只是行劫949美金,成回港幣的時候,為幾千元的哦,15萬月薪哦,而且這些呢,理論上你不會報稅的啊,不是在職業表那裡填什麼啊,羅賓漢啊,羅賓漢劫負濟啊,你這些不是啊,打家劫社而已啊,不過不要緊要,是合法的,那加州呢,好久沒試過這麼乾淨了,清掃了所有的露宿者,那附近居民啊,不知道會不會覺得好啊,因為一直以來, 嘔心都是不會做這些東西的,令到個城市污煙瘴氣,所以我就說啦,誰說選過州長出來的目的,是為了管理好城市的啊,他的目的,是為了搞到污煙瘴氣的啊,而他是很成功的,這方面,只是那些人搞不清楚他的目的而已,當你訪問其中一個加州居民,見不到露宿者各樣了哦,那他們覺得怎樣呢,那有個很聰明哦,啊,他又說啦,本質上只是迴避問題而已嘛,都沒有提供長期解決的方案,你都可以這樣說的, 啊,抄字,抄六字,可能習近平被叫他,就是北京蔡奇啊,當時呢,有些叫做低端人口的嘛,他又即時呢,將那些人趕走,甚至乎上海那邊都不收,哇,十萬八千里長征啦,不過是說那些平時幫北京外圍掃垃圾啊,做些苦差啊,那些人,殺那奸要人走哦,沒什麼盤穿,以前上京副考啊,那些考生都要有盤穿啦,那但是放心,啊,因為中國的媒體是不會訪問這些人, 所以死了都不知道什麼事,好啦,在拜習會的前夕,十幾日前呢,11月3號而已,所以習近平手上是大把牌的,拜登是沒有辦法,不透看,輸出味勞美卜,那這裡,雖然好像不關美國事啊,關都不會報,共產軍機,啊,向這個加拿大的直升機,那戰機好打過直升機的應該,因為你直升機呢,誰直升降各樣沒有那麼靈活,就發射這個太陽拳,照明彈,那你很危險的,因為直升機, 直升机的意外率一向都是多过战机的 你没有啊 之前共产党里面有些叫做突击香港部队的 那那直升机也是撞山啊 两三下手势 你有气流又不行 这个又不行 那样又不行 那结果 当时就由于峰会前夕 各国在军演着 而共产军机就向一架加拿大的军用直升机发射了这个照明弹 那照明弹如果击中的时候 看你击中变乎 都可以堕落的 不过理论上就在半途中那些美粉就爆的了 所以未必说会射入到引擎的 那你可以失灵的嘛 是不是 射入引擎中 卡住那些螺旋掌就拜拜的了 可以的 你想一下 爱沙尼亚那条气管 他都是找些香港 身身不极红 溜溜polar bear 昨天那集讲到 就这样找个船链拖爆了那条管 你随便开个罐头 直升机就堕落的了 那这里了 又后一说废话啊 加拿大军官就讲到 这种这样的魯莽行动啊 哼 原来现在呢 就低格了的 全部都是不是叫做直接对抗 是叫做魯莽行动 南海那些航行又是叫魯莽行动 发射水炮又是魯莽行动 拆枪而不会走火 为什么啊 就是周星座的气嘛 我心里面那团火是不会熄的 然后有一支蜡烛在前面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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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拆枪又怎么会走火呢 只要另一方是不想走火就不会走火的了 加拿大军官就讲到 这些魯莽行动 可能导致这个直升机的堕落 又是堕落 又是坠落啦 欧美世界国家和平得太久 已经毫无反击能力 那而且啦 这些 我跟你讲啊 就算中了都是不好意思的 那但是加拿大那里就一条人命的了 在马路上面呢 你行车的时候有一样东西叫Defensive Driving 就就是防御性驾驶啦 保守点 应该叫保守驾驶会好点的 安全驾驶啦 那安全驾驶的目的就是因为你不知道马路上面有些什么人会有魯莽行动的嘛 所以加拿大这里呢 讲到好像开车那样啊 那你说主动冲撞的一方技术高点啊 还是去躲避的一方技术高点呢 答案当然显而易见是后者啊 亦所以如果你避不开 就就是说你技术不良 一直 我们都盛赞这个欧美国家那些航空人员呢 技术精良 但是技术精良原来不是用来出击的啊 很有武德啊 我们叫 有没有看霍元甲那些 没错啦 所以这件事件发生之后呢 好像交通意外那样的啊 中共当局是没有回应的 但是加拿大方面呢 就表示啦 是会进行额外的培训 教导很多的飞行员呢 怎样可以技术精良一些 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 懂得怎样去躲避啦 但是没有一个option是反击的啊 即是他发射照明弹 你又发射一粒得不行啊 正如哈姆斯 在和平音乐会那里 老劫那些以色列逼逼的 可不可以订回转 这样做呢 是不行的 而且全球你见到啦 伦敦那边很虚陷啊 幸好我没有住那里啊 一致呢 游行支持哈姆斯 那有一堆 其实你去什么啊 没用的嘛 用回他的方法的时候 帕菲文讲中了啊 有些人就去反对这个巴勒斯坦 撑哈马斯人士的示威啦 结果全部被警察捉了 所以是没得你去做那些叫做 counter protest 那不是自由表达意见的吗 原来只可以表达这个支持哈马斯的意见 那明白了 那帕菲文没讲错啊 是不是 给他一个credit 伦敦的警员各样都是打工的 沙迪坑他想怎样就怎样啦 是不是 计我说啦 那大家可以用另一种的游行方式啊 直接支持这个以色列啊 支持他什么呢 要小心啊 是支持他符合自己的意向 因为他们都想的嘛 是不是 就停火兼且呢消灭自己的灭族 那这个他们自己的兴趣啊 和我们没关系 重新回到以前那样嘛 停火啊 又继续在加沙地大那里和平一排 那然后呢 又奉上以色列BB 以及和平音乐会 每几年来一单这样 目前全球是一致谴责以色列方的 鲁天盖地 大家最近都有看啊 是不是 好了 加拿大空军方面的少教就非常之不开心啦 那所以不停地骂他说 中国军机的行为是不安全 不标准 不专业的 他当然很生气啦 那但是杜鲁多政府嘛 那所以他就只有很生气很生气 但是我又劝他呢 不要那么生气 啊 如果不是的 那么弃顶的时候好像病的 你生气都没用的了 啊 因为杜鲁多是中共的好朋友 就不准你乱讲话的啊 掌嘴 好了 另一方面啊 啊 美国终于出事啦 十一月十二号时候的消息 不过不知道什么事啊 我跟你说 就算因为中共的飞弹直接命中啊 主流传媒都是会想着不去报道这些事的啊 美国军方欧洲司令部发现 美国的军机呢 在地中海的东部那里 即是近加沙地带啊 就聚毁 不知为什么的啊 那你之前爱沙尼亚那条气管啊 都被这个溜溜铺啦 Bear就这样拖断啦 那他随时因为一些电磁波各样 令到你的飞机聚毁都可以的嘛 那但是拜杂会在职啦 这些呢 就只能说个飞行员自己不幸的而已 那事件是这样发生的 一架美国的军机 在地中海东部那里 因为阔着一下不幸事故 那发生了这个坠毁 就好像721那样的而已 双方有这个叫做人马啦 那然后 因为一些特别事件 不知什么事的 互相对峙这样 那样可以散改历史 所以就视乎他报不报 很多人就说拆枪走火不会的 就算攻入纽约的首都中共啊 美国就只会举旗投降 所以是如入无人之境的 大家就不会以为美国会反击 那同时啦 以往呢 你可以压制啦 那然后 在司机位那里弹射出去 那可以生还的 那但是这次来说就很难说了 因为声明里面没有说到 机上人员是生是死 就算弹射你都要打捞到才行的 是吧 我说打捞到那个机位啊 楼梯到他的位置 拯救回他啊 那所以在中共的所有飞机 骚扰各样行为之前呢 美国很明显是弱不耿风 加拿大啦包埋 如果不想中共这样去做的时候 那唯有投帝航书 啊 将美国的劳博输出 这个就是 11月15号时候 拜扎会的主要目的啦 还有很多东西要解决啊 包括以下冲突 俄乌战争 东海事件 台海九分 晶片的诉求 那这个善冤之民啊 即是宋朝时候宋真宗 原本已经差不多打赢了辽国 然后就跟这个辽国倚和 跟着呢 宋朝每年都会给这个税币 即是很多钱啦 他都在说几百亿的了 这个辽国 同时间宋就称呼这个辽国呢 做亲兄弟 这几天将会是我们去见证这个美国人啊 投降中共的历史性日子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啊 就是这样啊 好 今天讲到这里